小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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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来听你讲故事了小和尚 小和尚 秀姑娘 今日想听什么 什么都行 从前有个老和尚 总是被贼光顾 他终于忍无可忍 有一天贼又来了 他就对贼说 请你把手从门缝里伸进来 你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那贼听了高兴极了 就把手从门缝里伸了进去 谁知老和尚 一把揪住他的手 困在柱子上 然后用棍子痛打他 一边打 还一边喊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僧 这便是佛经里著名的三伯一故事 你那儿四三归一 火车 一门儿只得情 影着 男儿若心 影如风 树下她将佛戒意生生 这余无名环有时间亲 他为原本他身旁 佛说无云流度时日往 将因果当年昨夜夜长 前程归忆 是同后才懂得绝望 在树下故事里 他静静做着回忆的梦 入了心底的是他声音 还是未知的失望 托儿 女师祖走了 师父 托儿同往常一样 与她说了佛礼 她便回去了 去诵经吧 是 师父 王后 那位女师祖再不会来呢 阿弥陀佛 归依佛 归依法 归依僧 归依秀姑娘 归依 说 归依 秀姑娘 归依 沉默 将着端着如佛看困绑 前程留给了西装 佛说我云流度时日往 将因果当年昨夜夜长 前程留给了西装 前程留给了西装 是同后才懂得绝望 暮色渐渐渐昏黄 树下的他清醒着绝望 痴悦空几般辜负清淡 归依 归依那一段过往 归依 秀姑娘